520爱情表白日 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 此时你的另外一半正坐在你的旁边 如果你觉得实际成熟的话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大胆一下 我们敢不敢向对方去表白一下 而且当时这么多观众 一般我觉得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吧 哇女孩啊 你要向谁表白 这位男生 我表白吧 那个宝贝 咱俩已经从07年12月29号 到今年已经是五年零五个月了 在这期间咱们有过甜蜜 也有过争场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俩都走过来了 我希望在今后 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跟你说那句最俗 但是又是我最真心想说的话 我爱你 女孩说两句吧 两个人在一起 重要的其实就是用对方的柔软去磨掉自己的棱角 反正我觉得我还需要学习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珍惜现在 谢谢 我觉得今天比较特别 然后你们又大胆表白 你们两个愿不愿意跟他们两位合一张影呢 来 我们请到中间来 来来来来 今天现场我们都是浓浓的爱 我们站在520当中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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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表白日 并不一定是肉麻日 你有什么要对杨幂说的 杨幂把脸扭得那么圆干什么 你们又不是没拍过戏 两个大腕主持人在这当道具 还不敢表白吗 对不对 对 有时候我们也是可能是工作的原因 也是也不太尽量去避免 让大家觉得我们老是永远就困绑在一起 我知道 其实我们就一直很尽量地去工作吧 跟私人生活分得很清楚 那但是其实一直看到大家那么支持 那么对于这段感情那么的 但是实际是真的很感谢 真的特别感谢大家 就有你们的很简单的一句祝福 其实我们都有看 我们都感受到 然后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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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变成了对网友的表白 然后我老看到大家 特别是小蜜的影迷 就是老说 哎呀 你一定要对我们家秘密好啊 好一点 然后放心吧 谢谢 谢谢 那你说两句吧 呃 就是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讲啊 反正就 心里都知道啊 我们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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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耶 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我觉得就特别喜欢看到你这个紧张的感觉 但是他们两个人 真的如果你有机会这么近站在这儿 我觉得电视剧里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对 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做一个预告 六月份大家走进电影院要看一个电影 嗯 叫什么 小时代 对 恭喜您第一次的她自己的超到的一个作品 小时代 特别值得我们期待 我也特别感谢刘凯威 杨敏 把这种幸福的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因为我看到他们真心相爱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一半 好不好 一起幸福起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